位于台东糖厂文创俱乐的复合式经营业者以糖为本 在新春期间推出一系列糖类DIY活动 包括了古早味的泵糖、花生糖 还有独家研发的雪Q饼等等 并且和台东特色美食和原创摊饭来合作举办市集 要让民众甜蜜蜜过好年 快速搅动汤匙内融化的黑糖、砂糖和小苏打 神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糖液逐渐膨胀 这就是古早味的泵糖 台东糖厂文创俱乐内的复合式餐饮业者 搭上年节列车 推出以糖为主题的DIY首座活动 教导民众制作复古味十足的花生糖、泵糖 还有独家研发的雪Q饼等甜蜜滋味 2019苦空间春系列春节活动 即将在2月6号到2月14号即将上映 那本次活动呢 虽然是安排了有糖的制作糖的DIY 那身在糖厂糖为本 所以特别安排了手作糖的活动 那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参加 我们雪Q饼里面有加台东的洛神花 也是台东在地农民去制作的一些蜜饯 加在里面 然后它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的 然后它吃起来有点脆脆的 除此之外也结合在地美食 文创商家联合举办市集 并提供素人表演舞台 这市集呢除了安排台东在地的美食之外 这次也搭配了台东的原创性的摊贩 那跟过去以往所看到的文创市集 会有大大的不同 每天的活动下午4点到6点 更会有酷斯带回家唱歌回娘家的主题 台东糖厂新建于1913年 2004年转型成为东糖原创工厂 是台东文创发展的重要据点之一 远区内业者以糖为本 推出春节活动 要让前来的民众甜蜜蜜过好年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